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 妙龄女孩成为黑天鹅不惜解放天性 毛孔里竟然长出黑色羽毛的电影 黑天鹅 妮娜是一位纽约的芭蕾舞演员 她与同样是芭蕾舞舞者的母亲一同生活 带着母亲的舞蹈梦 妮娜踏上了追求梦想的道路 正好赶上新剧天鹅湖的南边岛 公开挑选主角扮演天鹅皇后 在海选的时候 要求是能够饰演黑白天鹅两绝 在海选的时候 妮娜看到前任天鹅皇后贝斯 因为被迫退休大闹化妆间 让她感到一丝的恐惧跟担心 但在海选的时候 妮娜的白天鹅完美无趣 可因为性格的障碍 无法表现出黑天鹅 反倒自己的对手 莉莉将黑天鹅的魅惑展现得淋漓尽致 回到家的妮娜不愿意放弃 私底下找到了南边岛 南边岛直接抢问了妮娜 生气了妮娜咬了对方并推开了她 第二天名单公布 妮娜成为下一任天鹅皇后 之后南边岛便为妮娜举办了典礼 在典礼上贝斯出现 她怀疑妮娜跟南边岛有不寻常的关系 所以才会在短时间内成为了天鹅皇后 随后贝斯被车撞伤了 双腿无法继续跳舞 看着身边的贝斯以及莉莉 让妮娜有些惶恐 她害怕莉莉抢走天鹅皇后的位置 又害怕自己的下场跟贝斯一样 导致妮娜恶时心不在焉 一直出错 遭到了南边岛的责骂 看到一个人哭得莉莉便来安慰妮娜 结果第二天 莉莉便告密给南边岛 由于莉莉的告密 让人的关系恶化 当晚莉莉主动上门道歉 并邀请她一起外出 受不了家里母亲的指责 跟教训的妮娜夺门珠 在酒吧里 妮娜尽情释放自己的天性 真的像一只魅惑的黑天鹅一样 休息后发现 莉莉没有了踪迹 当妮娜找到莉莉 却被对方告知 昨晚根本没有跟她在一起 同时妮娜还知道 莉莉成为了自己的地步 巨大的压力 让她产生了幻觉 她觉得周围的人 都对她图谋不轨 在家里发现一只 面目恐怖的恶魔 还看到自己的背部 长出了黑天鹅一般的羽毛 连自己的角度 长出了天鹅般的脚脱了 神经崩溃的妮娜 瞬间晕了过去 母亲劝告妮娜 不要继续参加比赛了 妮娜不顾阻拦 来到了开眼前的舞台 精神紧张了她 在自己最拿手的白天鹅的部分 竟然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当她回到化妆间 发现莉莉换上了黑天鹅的衣服 准备代替自己上场 甚至还用刺激性的语言来攻击她 内心充满愤怒的妮娜 扑倒了莉莉 拿起手里的玻璃 杀死了她 再次上场的妮娜 已经不是那个柔软且多疑的女孩 而是成为了眼神魅惑 风轻万种的黑天鹅 演出结束 妮娜发现 莉莉王后站在自己面前 庆祝自己 演出成功 她打开藏室的屋子 发现没有尸体跟血迹 当她低头发现 舞台继续表演 舞台最后一幕 白天鹅从悬崖纵深一跃 妮娜跌落在后台的垫子上 所有人都在庆祝她的成功 在观众的掌声中 妮娜死在了血泊中